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一度怀疑水质遭到污染 经过环保局人员初步检测 研判是天气炎热 水中含氧量降低 造成渔群死亡 环保局派员进行清理 将死鱼捞起 避免发臭 很多喔 气温持续飙高温 基隆阴哥西出现了 渔群集体暴毙 从桥墩往下看 全部都是死鱼 数量之多 吓坏附近的民众 不好看啊 人家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走 往下看 哇 这样 没有画面好看吗 对 均匀 现在吃了一粒 没有啦 很久很久 辣椅子 我一路走来都会臭 都有臭都闻到就对了 河床上出现渔群暴毙 渔群飘浮在水面上 有些卡在较浅的河床 绵云500公尺 借用市议员秦真 里长许超胜 和环保局人员到场关切 了解渔群死亡原因 研判是因为水量少 加上天气炎热 水中海氧量不足 导致死亡 早上一早就接到讯息 然后通知环保局到现场来做勘察 和处理后续的一个 辅浪的工作 那环保局现在到场了 那我希望在整个辅浪过程之中呢 我们选择要做个检测 还有把雨湿 然后捞回去做 我们把雨的一个死亡率的经验 这个病因呢 我们也是做一个检测 希望说能把整个溪流的 这个鱼儿死亡的一个原因 我们找出来 然后对整个溪流的保护 还有鱼儿的保护 才是一个彻底的方法解决 每到夏季的 刚初夏的时候 假如雨季 这个排鱼量少的话 会造成水浅 水浅之后 然后就加上温度的高 那那鱼儿的这个 在高温的情形之下 就会缺氧 这个情形的市场会发生 每年到夏季的时候 会经常发生 前阵子 大概 冠五节前面都是 基隆都是属于雨季的天气 然后这个 冠五节过后 现在到现在目前是 換六月 农历的六月初而已 然后整个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马上又恢复到干旱 那今年 以往都是大概在农历 在国立的七月份 大月份的时候 才会发生这种状况 那今年大概又提前了一个多月 然后造成这种水中的含氧量 减少 然后造成大量的 胡锅鱼 鱼类暴毙 環保局通知厂商 到场进行打捞 由于天气炎热 要赶在鱼群发臭之前 清理完毕 这个月基隆的降雨量明显比较少 然后鱼的那个水的含氧量低 鱼就缺氧致死 对 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水质检测 看有没有污染 这样子 现在范围大概是从哪一条哪 范围大概就是从长根的这个桥墩下面 然后到前面接近附景天下面 環保局进行水质采样 初步没有发现污染行为 鱼群大量暴毙 環保局说会持续的监控水质 记者黄绍鸣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中正区和峰街 发生了一起惊险的自衰意外 一名机车骑士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衰落10公尺的山坡下 经过消防队员以人力徒手搬运 将他救了上来 男子的右手有骨折 经过送医救治后 没有生命危险 男子一动不动躺在担架上 消防队员获抱 下达升达10公尺的山谷下 展开救援行动 消防队员将他抬上担架 因为他坠落的地点 至少有三层楼高 四周都是丛林 吊挂车无法进行吊挂 五六名队员只能用徒手搬运 将他救出 一二三 等我下 后面撑一下 一二三 先不要停 中正区和风街 五号下午一点多 發生男子坠落山谷意外 警方调查 六十岁的男子 骑车行经和风桥 接着整个人 就坠落到十公尺的山谷 好在四周都是丛林 减缓了冲击力 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闽男性 疑似骑乘骑车自摔掉落和风桥下 那因为考量树木遮挡 以及就吊车支援不易 接近不易 决于救助单驾搬运的方式 将男子成功救出 那男子一丝清除 右手骨折 因為男子掉落的地点 距离和风街 距离有十米 因為考量 樹木遮蔽 以及掉 我們的救助车接近不易 所以以救助单驾 人力搬运的方式 将男子搬运至平面道路上 所以沒有外力撞擊的部分 還在了解 還在了解 經過救護車將他送一急救 男子有骨折 但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對傷者進行酒測 沒有酒駕 不過好端端的 怎麼會自撞對象酷懶 警方說還要再進行調查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 您知道鯊魚肉 充分利用後的模樣嗎 今天帶您走訪和平島美食區 來探訪與海大USR合作的店家 常美食外也認識食魚文化 進而知海愛海與近海 進到廚房 老闆正處理新鮮鯊魚 剛切塊沾好粉的鯊魚塊 入鍋油炸 香味四溢 這是鯊魚羹的精華所在 要怎樣變得好吃 就是要新鮮 加一些配料調配 剛才都是阿九 我沒辦法拿去拿 現在有人送過來 對啊 剛才阿九都沒有你睡 不 剛才看得到暗時 三點就要去看他定 這個都是鯊魚給去拿 對 正在鍋子裡滾的鯊魚骨高湯 這是鯊魚骨 鯊魚骨 製作完成的香腸 都準備就是要飽足顧客的味蕾 以鯊魚羹打響和平島美食的阿九老闆過世後 老闆娘一肩扛起重担 賦予鯊魚肉新生命 我們店裡的特色都是用鯊魚做的系列 有鯊魚豆 鯊魚煙 還有甜不來也是用鯊魚做的 主要是鯊魚羹 都很好吃 都有膠質 像加入充滿膠質的鯊魚丼 老邵嫌疑的鯊魚甜不辣 鯊魚丸 眾吸引不少外地偷客聞香請來 哇 怎麼鯊魚羹 我只吃 我吃了鯊魚羹 還有那個卵絲羹 還有什麼 甜不辣 這個鯊魚甜不辣真的很好吃 我要買了三份 要帶回去晚上吃 與海洋大學合作 推廣鯊魚教育 也帶民眾認識鯊魚 鯊魚其實我們是 魚鯊魚身不分離 這是規定的 那因為鯊魚肉其實沒有 因為它沒有腎臟 所以它會有這個鞍 所以它就是感覺 就是吃起來會有臭臭鼻 就是尿酸味 所以大家都不吃鯊魚肉 只吃鯊魚鯊 可是反而浪費資源 那我們看到下鯊魚 最多的其實是鯊魚 所以我們怎麼樣能夠讓它 魚鯊魚鯊魚身 能夠充分利用 而且永續的利用才是關鍵 所以我們就會做了這個 中英文的看板 告訴大家說 鯊魚其實這個 鯊魚肉其實很便宜 但是我們能夠 好好的把它利用 珍惜所有的資源 包含骨頭做鯊魚羹 然後肉做鯊魚鱗 然後做鯊魚 那才能夠永續的利用這些漁業 這才是我們在推的海洋環境保護 海洋教育扎根落實 從辨識魚種的階段 進而了解魚法與資源永續的重要 維持永續的海洋環境 才有豐沛的魚貨 從一碗美味的鯊魚料理 開啟愛海洋的心 記者蔡小軍採訪報導 再帶你來看 六肚社區有一位現年 104歲的仁瑞 余裕女士 余女士的養生之道就是在睡前喝點小酒幫助睡眠 和仁瑞有著好交情算是忘年之交的市議員楊秀裕 在疫情趨緩之際 特地前往聊天分享養生哲學 見面就會擁抱關心 雖然相差50歲 但也看得出來百歲仁瑞 余裕女士和市議員楊秀裕的好交情 受到疫情影響好一陣子不能見面 在疫情趨緩之際 楊秀裕特地帶著一瓶有24年歷史的金門高粱酒 送給這位算是忘年之交的老朋友 小酌一杯相見歡 也祝福這位好朋友 健康吃肉粒 我知道阿嬤 因為阿嬤她真的非常長瘦 而且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健康 那我知道她的養生之道 她每天吃飽飯一定會喝一瓶 就是喝一小杯的高粱 就是睡午覺 她睡眠時間蠻長的 還有她就是說 一定每天一定會喝高粱酒 那我就是今天 特別從家裡帶了一瓶87的 這個酒已經比我的女兒年紀還大 住在七堵區六堵社區 現年104歲的人瑞 余裕女士 雖然高瘦身體卻相當硬朗 特別的是余女士的養生之道 是喜歡在睡覺前喝點酒幫助睡眠 沒有睡覺 沒有睡覺 要喝一瓶 她說是吃飽後要睡覺的時候 才會喝一杯都會喝 微量的那個高粱酒 啤酒 沒有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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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她要喝一點才會睡得著 雖然有點重聽 但是頭腦非常清楚的人瑞 喝杯睡前酒 啤酒 或是高粱都行 年輕時就在六堵開設雜貨店的余女士 拿著當年還要向醃酒公賣局 申請的醃酒牌 和楊秀玉一起合照 兩個人比夜還揮揮手 展現好交情 更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朋友見面不再受限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來自行 也要看見 我來自行 持久的雜貨店 乘客 喝酒 抹茶 你的酒 不太多 好 你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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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查活动官网 基隆慈明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明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牵手牵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如果想要确认数位基上核 是否有新版本可以更新时 可依照下列步骤确认 进入首页 按下遥控器方向键 至系统功能中 选择设定功能 按下OK键 进入后 向下选择个人环境 按下OK键 在系统升级选项中 按下OK键 即可将系统升级至最新版本 如果已经是最新版本 也会显示已安装最新版本 完成系统升级 直接按下遥控器 看电视按键 即可继续收视节目 当您发现电视频道 由短扫现象时 可以利用搜寻频道功能 进行恢复 进入首页 按遥控器方向键 至系统功能中 选择设定功能 按下OK键 进入后 向下选择个人环境 按下OK键 在搜寻频道选项中 输入亲子密码锁 如未曾设定 请直接输入设备初始密码 0000 选择搜寻 系统将开始进行频道搜寻 完成后画面会显示搜寻结果 可直接按下遥控器 看电视按键 即可继续收视节目 若仍然有问题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学了一技之长 行走江湖都不怕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 国立海大附中的咖啡课程 这次因应海大师陪中心的要求 老师将六堂课浓缩 让未来老师们能够体会 技职教育的魅力与艰辛 没有这个声音呢 我就开始按时间 OK 好 让它测时间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是温度 烘豆听起来很容易 实际操作起来考验功夫 学员们要记录每分钟的温度 要制作自己烘豆的咖啡履历 六 来 麻烦你 好 我就是大概在一百九的时候 它会爆裂 我们要去听那个声音 听到豆子爆破声 就要凝神灌注 温度一到就观察豆子 检查湿度 确认完毕后才可以出炉 好 二一 好 二一切 好 两分五十三 每一种豆子都有其特性 讲究烘烤温度的进程 就是对产品严格把关的精神 这是技职体系孩子的学习态度 也是人生发展的垫脚石 来自不同科系 专研各年龄成教育的准老师们 体验烘豆技巧 最后还要冲泡出 能入得了专家口的咖啡 就是水流要很稳定 每个过程都很复杂 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烘豆是需要有技巧 我是轮机专业 只是我能透过这场课 学到咖啡烘焙的相关技术 然后很感谢老师 高中和高职 本质上还是非常的不同 我觉得 但你可以知道 他的学生在这个环境 是怎么怎么教育出来的 因为我们认定的这个技术型高中 他可能感觉好像是考不上高中的 才来读技术型高中 但其实不是 每个课程是非常有趣的 那他这边有非常多元的课程 今天来到海大附中的观光科的 王冰鲁老师 有带来这个咖啡烘焙课程 那让他们能够体验一下 到底技术型高中的学生 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 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是什么 透过探究与实作 能够让学生能够知道 他们怎么去辅导他们的学生 也让我们能够改变 万般皆下品 我有主持高的风能 私培中心跟海大附中 就是成为一个很密切的 结合的一个状态 那这些私培中心 所应育出来的这些老师 很自然的就到 我们海大附中来实习 这是一个私培中心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可以让这些师长 认识更多的职业类科 将来在职业类科向下扎根上面 会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从挑豆到红豆 最后再研磨冲泡 每一个过程讲究精准 才能创造出高品质 这让人看见记者教育的魅力 重新赋予全新印象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写下有史以来 最多的基隆市国中小级幼儿园教师 征选昨天登场 由于多个县市也在同一天 举办教师征选 因此1500多人报名 仅有1064人到考 到考率不到7成 预计将录取501人进入复试 配合国家的双语政策 这一次教师征选也首次加考英语科目 考生正笔集书努力写答案 这是基隆市教师征选出事现场 这次基隆市预计招考167名 国中小及幼儿园教师 招考人数创历廉新高 因此吸引了1551人报名 7月6号出事比试包括五人国小等 三个考场的秩序良好 不过到考率却不到7成 主要和其他县市考试日期强碰有关 我们基隆市睽違四年之后 国中小再次的办理教师征选 那这一次我们开的名额也是 历年来最多 总共预计录取167名的正式老师 那今年总共有1551个考生报名 那今年实际到考的考生有1064名 到考率大约在6成9 这个教往年是稍微的下降一点 但是因为去年疫情的关系 所有的县市都没有考 所以今年考的县市非常的多 也相较的考生分散了一些 那我们今天考场的积序都算是相当的不错 那预计在7月10号的时候 我们会公告进入复选的名单 那是以出示 我们是以录取人数的三倍 来录取进入复选的名单 另外为配合国家双语政策 基隆市首度加考英语科目 部分考生坦言有点难 这一次是因应双语政策的一个推动 我们配合国家政策 在老师的基础能力上 到每一个类科都加考了英文 是这次的征选跟以往教育不一样的地方 那考生反应都算是觉得有一点难 不过我相信对于未来 教师在因应双语教学 尤其是我们基隆很重视的这一块 的应用上面我相信是会有帮助的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7月10号复试名单出入后 7月16及7月17将进行第二阶段的口试及试交 7月19、7月20公告最后录取名单 预估平均录取率可望超过10%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 在这里来看 金融市幸福华城社区有超过1600多户的住户 不过社区的道路却近有20年没有重铺 导致路面品质不佳 在完成社区污水盖管接管工程后 金融市政府将整条路面重新跑铺 生活好评 可以超过1600户住户的金融市卵卵区 幸福华城社区居住人口众多 不过社区道路却有近20年没有跑出重铺 路况不佳影响居民进出安全 在完成污水盖管加户接管工程后 金融市政府工作方面进一步进行路面跑出重铺 希望提供社区居民安全舒适的道路环境 社区的住户也非常全力协助污水工程 一共有23个管理委员会 1600多户的污水 也都在这一次配合污水工程完成了接管 我们也配合了工程的接管之后 也将社区的道路做一个全面的跑铺 那据这边居民的反应这个也都已经十几年以上没有铺过 那其实我们在施工中也都配合了相关的人口的一个降买 那希望我们这次铺完了之后 这里的道路可以维持好的品质 然后保持更好的一个使用的环境 与原本的路况相比 重铺后的幸福华城社区道路变得非常的平整干净 让社区居民相当开心 尤其对骑车进出的住户来说更是超有感 就是比较不会坦 就是地面比较好一点 就是比较不会那个有坑洞那些 以前就是坑洞蛮多的 骑车避震器那些都会软掉 是有比较好一点 因为重新铺过了 以前就是因为道路常常泡水泥 因为有更换很多设施设备 对啊什么水管啊 还有什么自载水管啊一大堆 当然是有差啦 因为有重新铺过了 对对对 你很久没坑了吗 很久了 因为它工程哦 陆续续蛮长时间的 公众处方面表示 这次铺设的道路面积 约3543平方公尺 总长度470公尺 经费将近200万元 希望平整的社区道路 能维护民众进出安全 也有效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夏天到了 金融市文化局邀请大家一起到金融港边吹海风听音乐 文化局的2022仲夏月集 从7月1号到10号之间 每周五到周日都有安排精彩的演出 一块去看看 由金融市文化局举办 每年夏天最令人期待的金融音乐饗宴 2022仲夏月集 从7月1号到10号 每周五到周日下午6点半开始 一共有17组的多元表演团体 带来了八场的系列演出活动 《春天时 文化局》 马桑陵 水 鹿湖的纵粒 《春天时 日雨》 《春天时 日雨》 青春天 天时 谷 日雨 在7月1號到7月10號 在每個五六日的週末的傍晚 六點半就會開始在金融的港邊 那今年特別的不一樣 我們金融的整個國門廣 已經全部打開 所以在今年文化局 特別籌辦了這次的活動 邀請到四位經典的大師 包括我們蘇文慶老師 還有這個馬水龍老師 分別帶來國月跟西月的 這個經典的曲目 那另外我們包括我們耳熟能詳的 葉俊老師跟這個林垂莉老師 也帶來台語的經典的曲目 包括車站、春夏秋冬等等的經典的曲目 相信非常一定能夠帶給大家 民眾不一樣的音樂的饗宴 那除此之外 我們除了老幹還有薪資 包括每年都邀請到這個獨立樂船 在我們跨年晚會來做 不一樣的這個跨年的這個曲目 我們今年也在夏天也特別邀請到 十七支的這個獨立樂團 也會來做演出 我們非常期待也非常歡迎 全國的民眾 週末可以來到基隆 來享受不一樣的基隆的風情 享受這個海風樂曲跟鋼琴 春海風聽音樂 記者黃仁生季永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間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間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森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旦縣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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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釣彙 旦縣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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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如果想要確認數位機上核 是否有新版本可以更新時 可依照下列步驟確認 進入首頁 按下遙控器方向鍵 至系統功能中 選擇設定功能 按下OK鍵 進入後 向下選擇個人環境 按下OK鍵 在系統升級選項中 按下OK鍵 即可將系統升級至最新版本 如果已經是最新版本 也會顯示已安裝最新版本 完成系統升級 直接按下遙控器 看電視按鍵 即可繼續收視節目 當您發現電視頻道 由短掃現象時 可以利用搜尋頻道功能 進行恢復 進入首頁 按遙控器方向鍵 至系統功能中 選擇設定功能 按下OK鍵 進入後 向下選擇個人環境 按下OK鍵 在搜尋頻道 在搜尋頻道選項中 輸入親子密碼鎖 如未曾設定 請直接輸入 設備初始密碼 0000 選擇搜尋 系統 將開始進行頻道搜尋 完成後 畫面會顯示搜尋結果 可直接按下遙控器 看電視按鍵 即可繼續收視節目 若仍然有問題 請來電客服中心 由專人協助確認